- 歡迎收看小明星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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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- 這是一場長期的鋼展 - 我們有彼此 - 我們懷抱著希望 - 因為我們的團結 - 我們一定 - 可以讓台灣 - 變得更好 - 我是一個就是 - 應該說政治小白吧 - 因為在阿伯還沒出來以前 - 我就是不太關心政治啊 - 但是因為 - 我看到一個認真還錢的人 - 在做事 - 然後你要叫我相信 - 要貪污我覺得是不可能 - 那現在的狀態就是 - 政府要壓你 - 就能壓你的概念 - 覺得這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 - 以前的媒體說要有正義 - 媒體名嘴都是摘張 - 重傷還有抹黑 - 現在司法也更是不公 - 我現在的民主已經倒退到50年前 - 以前是還在戒嚴沒有戒嚴喔 - 國民黨那些藍色的恐怖是偷偷的來喔 - 民進黨是可惡自己 - 明目張膽的這樣幹 - 他好像是覺得說 - 國家是被他們都把持住了 - 我是一個家庭主婦 - 我真的是要第一次去參加這樣的民主 - 這是什麼司法 - 不公不義真的是這樣 - 現在的資源 - 全部都在執政黨的手上 - 所以我們本來就是相對弱勢 - 艱困就是因為這樣 - 本著基本的公平性 - 不是用這種針對性的去處理這種司法 - 這才有辦法服眾 - 現在看過去幾乎都是不公平的 - 所以我們只能站出來 - 不然哪一天你根本就站不出來 - 就我覺得不是小草 - 不管是任何人 - 你只要相信公平正義的人 - 都應該要站出來 - 因為這次的事情是很嚴重的 - 不是只有柯文哲會遇到 - 如果我們這次沒有站出來以後 - 根本沒有機會發生 - 司法不公 - 那個壓人取共 - 我們沒有辦法容忍 - 所以我們一定要站出來 - 我們相信 - 槍法 - 我們相信 - 因為我覺得你根本沒有證據啊 - 你有土力 - 土力沒有一個國家 - 全世界沒有一個國家有啊 - 那你搞什麼啊 - 就是想抓人就抓人 - 我自己啦 - 我自己站出來 - 我是覺得 - 因為我們都不是當事人 - 沒有辦法知道 - 柯文哲這個事情到底怎麼樣 - 但是我覺得 - 我們的過程 - 整個過程很奇怪 - 很不理性 - 如果他有做什麼事 - 我們當然也會反對嘛 - 但是整個在他的結論還沒有出來之前 - 我覺得程序是要正經的 - 這是我最care的 - 最近這兩個月 - 就是一直在看新聞媒體在報導 - 我覺得政黨會有不同的立場 - 會互相的評論攻擊 - 我覺得還是蠻正常的 - 可是就是最近的那個案子實在是太誇張了 - 就是沒有司法爭議這件事情 - 還有人權 - 就是践踏了整個台灣的架子 - 這已經不是政黨的問題 - 政治的問題 - 這是我們台灣 - 所有的民眾 - 一直以來在堅持的架子 - 台灣這幾年那個政治真的很糟糕啦 - 以前只聽人家說政治很黑暗 - 但是真正去了解之後才知道真的是 - 已經是黑洞了 - 很多的事情其實是被包裝美化 - 要掩飾在背後的 - 今天先不論一個人有沒有罪 - 但是不應該是用這種 - 就是非常不正當的方式 - 在處理這些事情 - 我覺得不見得說 - 今天是因為柯溫哲 - 所以大家才特別有憤怒 - 而是因為其實這十幾年來 - 就整個環境其實越變越糟糕 - 老實講 - 我一開始的情緒是很激動很憤怒 - 但是阿伯做這件事情讓我差點落淚 - 他進去之前錄的影片竟然是告訴我們 - 不要心存善念 - 盡力而為 - 他沒有煽動任何人出來做激烈的對抗 - 他只希望大家回歸自己的生活 - 我們今天出來就是為了表達說 - 我們對台灣司法的失望 - 司法改革到底做什麼 - 詐騙案判斷那麼多 - 結果居然最後可以緩刑 - 完全不用關 - 然後現在沒有證據 - 那個檢調上午放消息 - 媒體亂做 - 下午的時候出來澄清 - 這樣反覆操作 - 我覺得實在是沒有道理的 - 民進黨以前說 - 國民黨什麼白色恐怖啊 - 政治迫害 - 現在民進黨正在極速的腐敗 - 漸漸的變成他們自己 - 曾經最討厭的樣子 - 我害怕的是什麼 - 我害怕的是 - 有一天他們超越了國民黨 - 綠色恐怖 - 再現 - 這就是我想說的話 - 程序要正義 - 施養要公平 - 大家一起加油 - 沒有證據 - 不能隨便亂抓人 - 對真的 - 這就是政治破壞 - 台灣正在走退伏 - 那台灣人民還是要團結 - 然後我相信阿伯會被放出來了 - 其實我的想法沒有太多 - 我只是覺得說 - 一個很簡單的一個人 - 他為什麼會遭受到 - 這樣子一個不公平的對抗 - 不知道為什麼 - 不應該 - 把這樣子的一個沒有證據 - 然後去破壞成這樣子 - 我覺得是非常不應該的事情 - 不要有太多仇恨 - 我也不會去恨太多人 - 因為民進黨裡面也會有好人 - 文明黨也會有好人 - 但是麻煩那些好人站出來 - 不要再被你們的高壓統治而壓下來 - 我從2008年認識柯文哲 - 我們的柯文哲這次被驅留 - 一直關注他到現在 - 並沒有亂行的實則證據 - 我相信他一直是 - 我真的很難過 - 但是我 - 但是我 - 一定相信他是清白的 - 太誇張了 - 然後我聽到他拒絕抗告 - 他就是要對抗這個 - 退伏的司法 - 所以我們一定要站出來 - 一定要支持他這個決定的決定 - 柯文哲一直以來 - 台灣需要第三勢力 - 台灣需要柯文哲 - 就這樣而已 - 阿伯我等你回來 - 加油 - 台灣人民與你在一起 - 我也不知道該說什麼 - 因為 - 說實在 - 大部分人不會像他一樣 - 面臨這樣的政治迫害 - 所以我們真的很難想像說 - 他在被擠壓 - 然後在看守所的心情 - 但是我 - 這次的事情更讓我堅定相信 - 柯文哲的清白 - 還有他的理想跟理念 - 他希望的不是說 - 人民之間的分化對抗 - 我覺得我從阿伯身上也學到很多 - 就是阿伯一定要加油 - 民眾黨的大家也都很辛苦了 - 小草不會放棄 - 阿伯也不要放棄 - 一定會還給你清白 - 加油 - 阿伯加油 - 謝謝你 - 然後我們會一直停下去 - 希望柯主席就是可以 - 繼續做自己就好了 - 柯主席 - 我不認識你 - 但是我們都在 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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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今年的520 - 今年的5月20號 - 你們記得嗎 - 是什麼日子 - 總統就職 - 總統就職 - 是賴政府 - 賴清德總統上任的日子 - 台灣民眾黨的立法委員 - 陪同我們的柯主席 - 出席了這場活動 - 我們展現的是什麼 - 我們展現的是風度 - 是尊重台灣的民主制度 - 既然賴清德選贏了總統 - 我們就祝福他 - 我們也祝福這個新的政府 - 可以好好做事 - 可以朝向一個新的曙光 - 帶領國家更好 - 把台灣變得更好 - 這是我們的想法 - 也是為什麼台灣民眾黨的委員們 - 跟柯主席 - 要出席那場活動 - 這是一個在野黨 - 應該拿出的風度 - 還有高度 - 但是我相信喔 - 那天參與的委員跟主席 - 你絕對沒有想到一件事情 - 參與了這樣子的總統就職 - 換來的是什麼 - 是消除異己 - 是打擊在野黨 - 過去這四個月 - 你有看到朝野合作嗎 - 沒有 - 有嗎 - 沒有 - 從國會改革 - 高張力的對抗 - 朝野對抗 - 一路到今天的柯文哲司法案件 - 我看到的是什麼 - 我看到的是一個執政黨 - 用盡辦法 - 打擊他的對手 - 打擊未來可能造成他威脅的政黨 - 這是我看到的民進黨 - 過去這四個月 - 我想要問在座你們各位 - 請問大家 - 你記得台灣發生了什麼重大事件嗎 - 回想一下 - 講得出來的請舉手 - 過去四個月 - 一個國家 - 一個新的執政黨 - 新的內閣 - 做了什麼 - 我們講不出來 - 其實發生了很多很多的事情 - 但是呢 - 媒體 - 輿論 - 過去這四個月 - 監督一個人 - 他叫什麼名字 - 監督一個政黨 - 監督一個政黨 - 叫什麼政黨 - 民主黨 - 難道 - 我們的國家 - 沒有更重要的事情 - 應該要被關注嗎 - 難道我們的國人 - 沒有更重要的事情 - 應該知道嗎 - 從我們的能源 - 賴政府 - 承諾的能源 - 到現在 - 我們完全不知道 - 到底國家未來的方向是什麼 - 從兩岸 - 發生了這麼多的事情 - 漁船事件 - 驚嚇海域 - 等等 - 台灣有關注嗎 - 社會有擔心嗎 - 媒體有沒有在監督 - 我看到的 - 只有監督民眾黨 - 只有監督柯文哲 - 還有打擊所有的在野黨 - 其實這幾個月喔 - 發生了非常多的事情 - 最大的事情 - 賴政府上任一百天 - 一百天 - 這是一個階段性的任務 - 不管是總統 - 還是葛魁 - 佐隆泰 - 其實都對外 - 想要向國人報告 - 這一百天他做了什麼 - 請問有印象的請舉手 - 回想一下 - 有嗎 - 沒有 - 這是多麼恐怖的一件事情 - 一個國家 - 四個月的時間 - 只有內耗 - 只有空轉 - 只有在國會的朝野對抗 - 再到今天 - 黨 - 撿 - 媒 - 全面的封殺在野黨 - 全面的 - 對一個在野黨的主席 - 進行人格的抹滅 - 的抹殺 - 這是我看到 - 這四個月的台灣 - 有非常多的事情 - 值得大家討論 - 我舉例 - 交通部長重不重要 - 天上飛的 - 海上在開的船 - 路上在跑的車 - 所有的一切 - 是交通不管的 - 交通部長 - 可以是用一個發言人 - 因為他在選舉的時候 - 擔任賴清德的發言人 - 他來擔任交通部長 - 這個讓我們看到什麼 - 讓我們看到這個政府 - 他在組閣不用專業 - 只有仇勇 - 只有效忠 - 這不應該是一個執政黨的作為 - 再到最近 - 最有爭議的人事案 - 是誰 - 姚立民 - 是誰 - 姚立民 - 姚立民 - 擔任中華民國司法院的副院長 - 你叫台灣人 - 怎麼相信司法 - 姚立民是一個充滿爭議 - 政治性的政治人物 - 他憑什麼來擔任我們的司法院副院長 - 在對比現在 - 柯文哲的處境 - 北井的表現 - 剪掉種種的作為 - 令人匪夷所思 - 那也難怪 - 人民沒有辦法相信台灣的司法 - 對不對 - 說到司法 - 我就來講講 - 我們大家最近的痛 - 從八月底 - 搜索柯文哲主席的住家 - 台灣民眾黨的中央黨部開始 - 種種過程令人匪夷所思 - 你們認為 - 這個過程 - 程序 - 有正義嗎 - 沒有 - 有嗎 - 沒有 - 北井不斷的對外釋放訊息 - 片面的訊息 - 在結合配合的媒體 - 造成台灣輿論的方向 - 一面倒的 - 我跟大家講 - 我是議員 - 我走在基層 - 我每天要面對的 - 不只是我們的支持者 - 不只是在直播裡面 - 會給我們加油的支持者 - 而是很多菜市場的阿伯 - 阿姨 - 很多跟我們政治立場 - 不一樣的公民 - 我要告訴大家 - 這一段時間 - 很多的人已經看不下去 - 認為我們台灣的司法制度 - 是有問題的 - 北檢從偵察不公開 - 到現在的偵察大公開 - 每一次 - 有事件 - 有新聞報導出來 - 只有八個字 - 哪八個字 - 不予置評 - 無法證實 - 這是我們的北檢聲明 - 再到一位記者 - 講出他的獨家消息來源 - 就是北檢 - 北檢馬上說 - 還要分案調查 - 隔天發生什麼事情 - 再一篇新聞出來 - 陳佩奇的保險箱 - 你不是要分案調查嗎 - 所以我要在這邊呼籲 - 所有的公民 - 所有的好朋友 - 請你們 - 瞪大你們的眼睛 - 跟我們一起 - 看著北檢 - 怎麼樣來分案 - 怎麼樣來調查 - 你們認為 - 他會不會查 - 會 - 你們認為 - 他會不會查 - 會 - 我要告訴大家 - 如果他有心要查 - 其實並不困難 - 這位記者 - 他自己講出 - 我的消息來源就是檢調 - 我養了七年的線 - 傳他來當證人 - 他很清楚狀況嘛 - 他可以來作證啊 - 你是跟誰聯絡的 - 這很困難嗎 - 我並不認為 - 只要我們的檢調 - 有心要查 - 絕對查得出來 - 所以我要透過直播 - 呼籲全台灣的公民 - 請你跟我們一起瞪大你的眼睛 - 仔細看 - 看看北檢怎麼查 - 這一段時間 - 我們看到很多的過程 - 像我剛剛講的 - 令人匪夷所思 - 我們無法理解 - 為什麼偵辦的內容 - 可以訊息滿天飛 - 可以配合所有的綠媒 - 所有的名嘴 - 去做這樣子的攻擊 - 去做這樣子的攻擊 - 陳佩熙醫師 - 昨天的專訪 - 你們各位有看到嗎 - 有 - 你們有看到嗎 - 有 - 她針對很多的事情 - 青上火線的來面對 - 來解釋 - 最讓我驚訝的是一句話 - 她說 - 檢調帶著她去開保險箱 - 告訴她 - 你不可以對媒體講 - 但是 - 由她們來講 - 她們將這個訊息透露給媒體 - 為什麼 - 因為她要確保這個輿論的方向 - 是符合她們的意志 - 確保這個輿論 - 是可以對我們造成打擊 - 這就是她們的套路 - 這就是為什麼她告訴陳佩熙 - 你不可以跟媒體講 - 北檢不是才剛發聲明說 - 她要分案調查嗎 - 馬上 - 隔天 - 就證明給你看 - 沒有要演 - 沒有要演 - 中秋節前戲 - 應該是所有的人 - 一家烤肉萬家鄉 - 但是 - 今天晚上我們聚集在這裡 - 也謝謝 - 四軒主委 - 謝謝黃國昌老師 - 還有謝謝這麼多的好朋友 - 我覺得時間跟機會 - 跟大家分享 - 也跟大家站在一起 - 八月三十號早上的六點四十二分 - 我接到陳佩琪陳醫師的電話 - 七點十五分 - 我接到柯文哲柯主席的電話 - 下一個場景 - 我出現在 - 跟黃國昌老師的同一個場合 - 我們知道這一天 - 終於來臨 - 但是我們沒有想到的是 - 我所在的地方 - 台灣民眾黨中央黨部 - 我很佩合的 - 一旦我來開門 - 我開門進去之後 - 我很坦蕩地跟他表示 - 整個民眾黨中央黨部的配置 - 大概長什麼樣 - 這裡沒有柯文哲的辦公室 - 連政署臉帶笑容 - 面帶微笑 - 一間閃不夠 - 閃幾盞閃來打 - 聽得懂啦 - 一間收不夠 - 閃幾盞閃來打 - 閃幾盞閃不夠 - 開始用國閃 - 鐵櫃打開 - 要閃到他 - 閃到他為止 - 這就是現在的台灣 - 對於我們來講 - 我們真的是瞠目結舌 - 怎麼有人這樣閃的 - 就跟你說這裡沒有 - 他也是這麼閃 - 我跟他講這個是我的辦公室 - 他一屁股坐下去之後呢 - 很熟練的開始打開電腦 - 久在他閃、久在他閃 - 啊一面帶微笑 - 我也面帶微笑 - 各位好朋友 - 這就是國家機器 - 是不是 - 這是不是國際的 - 但是可以這樣嗎 - 可以這樣嗎 - 可以這樣 - 當黃國昌老師 - 公開要求他說明的時候 - 他不打草稿說 - 喔 - 我收的是柯文哲辦公室 - 這是第一次 - 第二次 - 就跟他講說 - 這裡沒有辦公室 - 他說 - 他收的是 - 他認為應該有的處所 - 等到影片一公布 - 欸 - 這幾組人都不是 - 在招辦公室 - 在招辦公室 - 這裡開一下 - 這裡開一下 - 這裡兵來兵去 - 最後連政署才講說 - 喔 - 是不是辦公室 - 不是你講的就算 - 是他講的才算 - 啊不然你也以前講的對不對 - 那有必要這樣 - 有必要這樣嗎 - 有必要這樣嗎 - 沒有 - 好 再來劇情就跟大家講的一樣 - 一次又一次 - 一次又一次 - 一次又一次 - 全民大辦案 - 中華民國台灣 - 從來沒有此刻 - 有這麼高光的時刻 - 北檢跟特定的媒體 - 倒進辦案 - 辦到大顆冬 - 四顆冬 - 中了班 - 不對了班 - 是不是這樣 - 第一條講完 - 講完就跑 - 然後再來第二條 - 第二條講完 - 講完就跑 - 然後百分之八九十 - 都是不予證實 - 不予自憑 - 那如果辦案辦到這半年 - 我看也不用司法官高考 - 還不用黃國昌高考學霸 - 這都會不會死對不對 - 我們也會寫嘛 - 對不對 - 為什麼要檢察官 - 這個就是國家機器 - 我今天站在這裡 - 我有很長的時間 - 一天只有睡眠兩個小時 - 但是我們還是撐著啦 - 因為 - 看到我們所有的好朋友都撐著 - 看到我們所有的好朋友都撐著 - 看到緊急應變小組 - 在黃國昌老師帶領之下 - 我們都撐著 - 所以我在這裡拜託大家 - 講這些過程 - 其實也不是訴苦啦 - 這就是 - 本地就要走路程 - 一 無罪推定 - 二 程序要照顧來 - 三 國家要正常 - 拜託大家 - 跟著我們一起撐住好不好 - 好 - 拜託大家又撐一下好不好 - 好 - 拜託大家為了這個國家要正常 - 拜託大家要鼓勵一下 - 在做市場的時候 - 認真做事情 - 不怕人被批評 - 今天 - 柯文哲 - 如果為了替城市心理 - 為了為這個國家的下一代 - 為了整個城市的天氣線發展 - 去用乖 - 去用無料 - 台灣沒有辦法進步 - 是不是 - 是不是 - 是不是 - 如果這樣收張 - 要這樣去用乖 - 如果這樣收張 - 要這樣去用點 - 以後沒有人敢做事情 - 是不是 - 要這樣 - 大家打 - 那今天的話我其實 - 很想跟大家說的是 - 我很想問三個問題 - 給三個單位 - 這三個單位是哪三個單位 - 第一個 - 我想問檢調單位 - 我想問一下檢調單位 - 你們還有所謂基本的程序正義可言嗎 - 沒有 - 你們還有所謂的偵查不公開的原則嗎 - 沒有 - 你們辦案或需要所謂的無罪推定原則嗎 - 如果今天這些東西你們都不顧 - 你們是不是就是回到以前我們警總那個年代 - 對 - 我們經常看到一個說法 - 在網路上大家都應該看得到 - 白色恐怖 - 我們聽長輩跟我們說 - 綠色恐怖 - 我們現在正在經歷 - 這個東西是我們要的台灣嗎 - 是我們想要進來的 - 進步的台灣嗎 - 我只問 - 請問 - 這是你要我們台灣未來走的方向嗎 - 第二個問題 - 我要問的單位 - 是我們所有的記者媒體好朋友 - 我想問一個問題 - 有一個記者 - 他公然的直接跟你講一句 - 啊這個條件啊 - 我經營了七年之久 - 我有200%的信賴程度 - 這是檢調給我的 - 我想問一下在場的每一個記者好朋友 - 媒體好朋友 - 你們有看過這種沒有記者媒體素養的人嗎 - 你們有看過這種沒有新聞道德素養的人嗎 - 這是你們要的同僚嗎 - 最後我想問大家一個問題 - 我們很多人最近在網路上很流行的一句話 - 看新聞 - 不看新聞我們會跟新聞脫節 - 會跟社會脫節 - 看了新聞我們會跟事實所脫節 - 但是最重要的是 - 它後面有一句話沒講出來 - 媒體要播報的應該是真相 - 但是真相只有媒體播報就夠了嗎 - 我們需要做媒體試度 - 我們一定要去了解清楚 - 他們給我們的訊息到底是對還是不對 - 這個訊息我們吃下去是營養還是不營養 - 我們一定要注意 - 接下來我們會看到的是 - 接下來一整段的司法正義上面 - 被踐踏到地上 - 以連串的政治破壞 - 我們一定要撐住 - 我希望阿伯能夠 - 正常平安的出來 - 在這一場長期抗戰當中 - 掌握權力的人 - 他所擁有的資源 - 他所擁有的力量 - 我相信過去這段時間當中 - 透過媒體的展演 - 透過檢調的濫權 - 在場的每一個人 - 都清楚的看到了 - 我們清楚的看到了 - 當一個政黨 - 掌握了權力以後 - 左手動用檢調 - 右手動用媒體 - 兩者相互配合 - 他在摧毀的 - 不僅僅是柯文哲主席 - 個人 - 他要摧毀的 - 也不僅僅是台灣民眾黨 - 他要摧毀的 - 是在這個台灣的社會當中 - 有誰敢站出來反抗 - 有誰敢站出來對抗 - 這個新威權體制 - 柯文哲 - 就是你們大家最好的榜樣 - 在這麼嚴峻的時刻 - 我們每一個人 - 都很重要 - 每一股力量 - 都很重要 - 在這一場 - 對抗賴清德 - 所領導的新威權體制的道路上面 - 我們必須要集結 - 我們必須要集結 - 為什麼要集結 - 因為只有集結 - 我們才會讓這一股反抗的力量 - 不會散掉 - 因為要集結 - 我們才可以讓幫台灣 - 的新政治 - 走出一個新道路的力量 - 不會潰散掉 - 這一條路 - 我可以很負責任的跟大家報告 - 會很辛苦 - 會非常非常的辛苦 - 我想從8月30號到現在 - 媒體鋪天蓋地 - 剛剛有很多公民 - 已經描述的非常的清楚了 - 他們為什麼打了就跑 - 他們為什麼不負責任 - 因為他們從頭到尾 - 就沒有想要負責任 - 從第一個時間 - 一百七十萬 - 七百萬 - 一千五 - 後來越來越誇張 - 連虛擬貨幣 - 冷錢包 - 全部都出來了 - 全部都出來了 - 在這段時間當中 - 我們看到的是 - 減掉不僅僅是放任 - 不僅僅是縱容 - 根本就是狼狽為奸 - 根本就是攜手 - 在摧毀柯文哲 - 摧毀柯文哲 - 所代表的希望 - 也正是因為這個樣子 - 主席為什麼要留下那個帶子 - 要拜託大家 - 要好好的過生活 - 要認真的工作 - 因為我們接下來 - 會是一場漫長而艱辛的戰役 - 我們現在在做的 - 就是希望 - 在面對這一個漫長而艱辛的戰役 - 我們能夠透過我們自己的力量 - 把正確的訊息傳遞出去 - 讓更多的人 - 可以加入這一個隊伍 - 加入這一個反抗賴清德所領導的 - 新威權體制的隊伍 - 加入這一個 - 幫台灣 - 新的政治 - 走出大陸 - 的力量 - 過去這段時間當中 - 有非常多非常多 - 大家的支持 - 大家的建議 - 大家的批評 - 我們都聽到了 - 此時此刻 - 我可以負責任的跟大家講 - 台灣民眾黨 - 台灣民眾黨 - 此時此刻 - 是最團結的時刻 - 全黨 - 上下一心 - 每一個人 - 在自己的工作崗位上面 - 把我們的戰力 - 發揮到最大 - 不僅僅是立委 - 不僅僅是議員 - 我們每一個黨部的主委 - 每一位黨代表 - 每一位中央委員 - 每一位中央委員 - 我們都是抱持這樣的心情 - 再過每一天的日子 - 接下來的道路 - 接下來的道路 - 我們需要更多的夥伴 - 我們需要更多的集結 - 我們需要更多這樣子面對面 - 彼此相互的扶持 - 彼此相互的鼓勵 - 而且彼此 - 能夠相互的學習 - 把正確的資訊 - 傳遞到我們周遭所有的人 - 主席曾經講過 - 相信長官 - 相信同僚 - 相信部署 - 更重要的是 - 要讓自己成為一個值得被信任的人 - 要讓自己成為一個值得被信任的人 - 因為只有這樣 - 我們的力量 - 才會越來越大 - 我相信 - 隨著整個事件的進展 - 台灣成熟的公民們 - 甚至是 - 我們還沒有被污染的下一代 - 都可以清楚的去思考 - 都可以清楚的去思考 - 我們在面對的環境 - 我們在面對的挑戰 - 以及整體爭議 - 從頭到尾 - 所發生的每一件事情 - 它刻畫的 - 它影響的 - 是台灣下一步的民主 - 它衝擊的 - 是台灣的法治 - 它傷害的 - 是台灣人民 - 對司法的信心 - 今天 - 站出來 - 對抗 - 賴清德 - 所領導的 - 綠色新威權主義 - 為的 - 絕對不是只有 - 柯文哲主席個人 - 為的是台灣這塊土地 - 台灣的民主 - 台灣的法治 - 還有我們大家 - 共同的未來 - 至於說 - 面對 - 那些掌握權力的人 - 他們的違法 - 他們的濫權 - 台灣民眾黨的公職 - 台灣民眾黨的立委 - 我們會在我們的工作崗位上 - 把我們的事情做好 - 我們會要求 - 必須要有人 - 給台灣社會交代 - 我們會要求 - 必須要有人 - 負起責任 - 但是 - 在這一條 - 道路上 - 在這一個 - 艱困的戰役裡面 - 我們希望 - 可以跟大家 - 肩並肩 - 手牽手 - 一起 - 勇敢的走下去 - 我相信 - 只要我們堅持著信念 - 只要我們堅持著信念 - 只要我們堅持著信念 - 這個隊伍 - 一定 - 會越來越大 - 我們一起努力 - 我們一起努力 - 把台灣民眾黨顧好 - 把這個家顧好 - 等到柯文哲主席出來的時候 - 讓他很驕傲的說 - 台灣民眾黨 - 從來就不是一個 - 一個人的政黨 - 台灣民眾黨 - 是一個團隊 - 台灣民眾黨 - 是一個精神 - 台灣民眾黨 - 是一個力量 - 這是所有 - 對於台灣 - 能夠走出新的道路 - 為我們的年輕人 - 開拓新的未來 - 的一個戰鬥隊伍 - 而這個戰鬥隊伍 - 因為柯文哲主席而集結 - 但是也因為柯文哲主席短暫的離開 - 而更為強大 - 更為茁壯 - 這個隊伍 - 我們一起 - 讓他越走越多人 - 這個隊伍 - 我們讓他越走越有力量 - 賴政府現在上任已經過百日了 - 我想問一下大家 - 大家對於現在的賴政府滿意嗎 - 我滿意 - 那你們有覺得司法越來越進步嗎 - 沒有 - 你們的言論有越來越自由嗎 - 沒有 - 好 - 那政府上任至今我看到的是 - 法律有罪 - 法律有罪推定原則 - 偵查很公開 - 網路的文化革命 - 我想問我現在生活的是在對岸的 - 中華人民共和國嗎 - 中華人民共和國嗎 - 還是我現在是在台灣的中華民國 - 站出來說 - 呃 - 站出來說 - 對我來說是 - 不是很容易的事情 - 因為我也是很掙扎 - 呃 - 大家有沒有跟我一樣就是 - 在網路媒體 - 網路社群發文的時候 - 呃 - 我們只要說出像是 - 關於柯文哲民眾黨所做的對的事 - 就會被撤印 - 甚至我們的親友 - 冷嘲樂縫 - 甚至更嚴重的是 - 我們會被熱搜 - 然後甚至遭受一些網路上的報議 - 什麼時候我們所追求的言論自由 - 變成一言堂 - 那我想說 - 我有太說過 - 我並不同意你的觀點 - 但是我適時安慰你們說話的權利 - 也就是民進黨他在黨外運動的時候 - 鄭南農所捍衛的理念 - 我想問這些電視上的名嘴網紅 - 不理性的支持者們 - 今天難道我們說 - 我們跟你不同的觀點 - 我們就應該這樣被漏搜 - 就應該這樣被網爆嗎 - 這就是我站出來的原因 - 因為當有一個人願意站出來發聲 - 就會給你身邊支持你觀念的朋友 - 多一點點的勇氣 - 我相信我這樣說 - 側翼網軍們就會說 - 如果你們現在是在中國 - 你們這樣的言論 - 全部都會被抓去思想改造的集中營 - 我想問大家 - 如果言論自由是這樣 - 言論自由是這樣被定義的嗎 - 難道 - 只有跟獨裁政府比起來 - 我們才叫民主嗎 - 今天的民主司法媒體 - 不是由執政黨一個人來定義 - 是由我們人民來定義 - 我鼓勵大家勇敢的站出來 - 可以無所畏懼說出自己的觀點 - 你可以勇敢的在社群上面說 - 我覺得台灣的司法 - 應該是無罪推定原則 - 而不是有罪推定原則 - 我覺得台灣的偵查 - 應該按程序走 - 不是讓一些特定的媒體偵查很公開 - 我覺得台灣不是只有一種聲音 - 我的聲音或許很微小 - 但是我有表達自己的權利 - 你們這些側翼網軍 - 可以合理的討論跟辯論 - 但是沒有權力可以攻擊我個人的人格 - 所以我最後想跟大家說 - 每個人的聲音都是很重要的 - 如果你跟我一樣 - 希望司法正義 - 希望法律公平 - 希望台灣的司法可以讓人家相信 - 請你們勇敢的站出來 - 謝謝大家 - 那我們都知道 - 其實在以前的台灣 - 受到這個威權體制的統治下 - 有很多的聲音 - 我們可能沒辦法展現出來 - 但是在民主前面的努力之下 - 就好像我們現在在這邊 - 我今天站在這邊 - 就是他們努力得來的 - 但那個時候 - 大家喊得正天想的一句話 - 就是黨政軍退出媒體 - 我想 - 這麼久的時間 - 應該到現在來說 - 應該成為歷史的 - 但沒有 - 我們現在2024 - 這句話依然 - 還是這麼的貼切 - 大家可以最近看到 - 很多新聞這種鋪天蓋地的 - 去傳遞 - 好像不實的消息 - 然後新聞的標題 - 非常的陡大 - 欸陡大 - 然後那個內文 - 非常的不確定 - 然後最後寫一個小小的說 - 哎呀任何人在判刑 - 之前應該都 - 退訂為無罪 - 但問題是 - 你髒水已經潑出去了 - 那這個要怎麼改變 - 我覺得我的說法 - 可能會跟前面幾位有點不一樣 - 其實就我而言 - 我不認為說三黨都想要害台灣 - 我相信大家對於台灣好都是一樣的目標 - 但是我們在對於改變台灣 - 為台灣好的這條路上 - 或許不一樣 - 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夠用和平 - 而且很溫和跟理性的訴求 - 來去跟你旁邊 - 不認同我們的人說 - 我們的想法是什麼 - 然後我們現在遇到什麼樣的困難 - 然後上面 - 現在大家舉說剩下一分鐘 - 那我想給大家說 - 希望大家保持三個相信 - 第一個相信 - 就是相信台灣民眾黨的存在 - 一定會讓台灣越來越好 - 就像我們的八位立委 - 即便主席那天無保請回 - 那天早上還是一樣 - 報到 - 隔天優先法案 - 然後我看到社會發展部 - 也有辦那個重力加速度 - 也希望說能夠凝聚更多的小草 - 來收納更多的意見 - 讓台灣越來越好 - 那第二個相信呢 - 就是我們一定要相信說 - 台灣一定會越來越好 - 我知道大家可能有很多的怨言跟抱怨 - 但是台灣的好 - 就好像一部車一直在往前行一樣 - 中間一定會有拋錨 - 或者是 - 可能有一些 - 可能車子壞掉之類的 - 但我覺得大家一定要保持著說 - 台灣會越來越好 - 但我們可能在走這條路會比較辛苦 - 那第三個 - 就是千萬不要輕忽自己的力量 - 每一個人都可能改變這個社會 - 我們可以從很小的事情來做改變 - 我希望台灣民眾黨 - 能夠讓台灣越來越好 - 然後我也希望說台灣的民主 - 能夠驕傲的展現給全世界 - 大家記不記得十年前 - 民進黨在選舉的時候 - 他們講轉型正義 - 當時他們講轉型正義 - 他們是怎麼承諾我們的 - 他們說 - 他們不斷要清算國民黨 - 當時威權時代所犯下的罪行 - 還要讓黨國體制 - 在台灣這片土地 - 不會再度發生 - 結果呢 - 現在民進黨拿到權力之後 - 他們幹了什麼 - 他們在沒有證據的情況下 - 將一個與他們意識形態不同的人 - 給強行關押起來 - 他們把人民當白痴 - 跟人民說 - 一個願意自主配合 - 檢方調查的人 - 有滅正 - 勾竄之魚 - 他們讓一個已經快要70歲的老人 - 連續三天 - 餐餐只吃甜麵包 - 他們還替北劍發消息 - 完全不顧形象 - 囂張拔扈自己 - 請問 - 我問一下大家 - 民進黨現在的這種行徑 - 跟以前的國民黨有差嗎 - 沒有 - 請問各位 - 轉型正義實現了嗎 - 沒有 - 實現了嗎 - 沒有 - 事實證明 - 民進黨根本就不在乎什麼轉型正義 - 他們只把轉型正義 - 當成是政治鬥爭的工具 - 他們一拿到權力 - 就把以前口口聲聲喊的價值 - 給拋到腦後 - 完全置之不理 - 面對這樣一個蠻追謊言的政長 - 我們小草們 - 我們不只要大聲的批評民進黨 - 他們背棄我們的公平法治 - 我們更要在這邊 - 守護我們民主正義的最後一個底線 - 面對這樣一個新黨國的崛起 - 我們站在這邊 - 我們不再沉默 - 我們不會容許民進黨 - 他們這樣子無恥的濫用權力 - 他們以為我們人民 - 會一直被蒙在谷底 - 但是我們要行動告訴他們 - 我們沒有忘記他們當年的承諾 - 各位小草們 加油 - 我來自一個深綠的家庭 - 從小我爸媽都告訴我 - 國民黨很壞 - 國民黨破壞台灣人 - 愛及其民進黨 - 民進黨是愛台灣 - 說真的 - 二二八事件 - 白色恐怖 - 美鳥事件 - 這些都是國民黨的歷史業障 - 他們曾經幹過爛事 - 他們自己必須承擔後果 - 但是身為被迫害出身的民進黨 - 在取得政權後 - 竟然清諸於藍更勝於藍 - 是不是 - 是 - 我想問大家 - 過去我們討厭的黨政軍控制媒體 - 現在有改變嗎 - 沒有 - 現在黨政軍就是媒體 - 對於不同政治立場的電視台違反規定 - 就把它關掉 - 對於三民治黨媒 - 放任期造謠抹黑 - 潑噴噴 - 都大眾沒看見 - 這樣的NCC公平嗎 - 公平 - 過去國民黨怎麼利用警備總部在打壓議局 - 跟現在賴清德用檢調檢查機關來打壓柯溫哲 - 有沒有讓你覺得既視感很強 - 而感到不寒而栗 - 那在金華城案 - 我們看到一樣的狀況 - 第一個法官 - 判吳 - 吳寶請回 - 那換了一個綠色法官 - 就駕壓禁見 - 你們能接受嗎 - 我今天講的話 - 可能不太總庭 - 大家來這邊 - 都是幫阿伯說話 - 可是不好意思 - 我要幫柯黑說話 - 我說的柯黑 - 不是那些電視台上的名準 - 我說的柯黑 - 就是在我們周遭旁邊 - 他們不喜歡柯文哲 - 他們是深斗小民 - 可是他們不喜歡柯文哲 - 我們說的話 - 他都聽不下去 - 可是他們不是壞人 - 我必須要很誠實的說 - 科學 - 理性 - 務實 - 國家利益大於政黨利益 - 政黨利益大於個人利益 - 這件事情 - 是我們小草的價值觀 - 可是不是每個人的價值觀 - 我們身旁有些人 - 他們最恐懼的事情是中共 - 他們最痛恨的事情是自己的權利 - 受到侵害 - 司法有沒有公正 - 身材有沒有不公開 - 他們其實沒有那麼轉乎 - 今天有56%的人 - 不相信柯文哲受到政治迫害 - 我背後的兩個字 - 集結 - 我們要如何集結更多的人 - 不是單單只有小草 - 我們要用他的語言 - 跟他說話 - 以超市雞蛋來說 - 他們可能不在乎 - 幾個貨櫃的雞蛋 - 在海關發生了什麼事 - 你跟他說 - 我拿100元 - 叫你要去買雞蛋 - 你10元 - 放在自己的口罩裡面 - 我回來的雞蛋 - 40元要等到 - 存的20元 - 存的20元 - 不知道是好的還是不好的 - 做成異蛋 - 存的20元 - 他們兩10元沒了 - 你就很高興 - 沒了 - 還把你拖10元 - 要把他處理那個單單的技能 - 這種人 - 你若是老闆 - 你感覺他欠 - 今天 - 司法不公 - 檢調的 - 偵查不公拍 - 完全變成大公開 - 問題是 - 我要問 - 檢 - 記者可以花7年的時間 - 經營檢調 - 共諜不會嗎 - 在這樣子的內控之下 - 柯文哲的USB - 可以在三里電視台 - 你怎麼知道 - 鄭文燦的USB - 我們前習政院部院長的USB - 不會在習近平的桌上 - 你要用他們害怕的語言 - 跟他們溝通 - 集結 - 不是只有集結小場 - 還要集結非小場 - 讓他們知道 - 民進黨的醜惡 - 這些媒體 - 還有造謠的媒體 - 說他不現鋪了7年 - 他們每天像連續劇一樣 - 只有三個重點 - 第一 - 我們一起期待 - 中華民國的司法 - 是公平公正的 - 第二 - 我們期待 - 我們內部要團結 - 絕對要團結 - 再來 - 我希望我們的小草 - 我們的民眾黨的支持者 - 冷靜 - 來看待社會上 - 紛紛牢牢的新聞 - 那個假不要傳 - 也不要賣 - 我們期待 - 我們就是回到最高的原則 - 我不相信整理換不回 - 最後 - 我希望 - 慢慢的 - 台灣民眾黨 - 我們要回應主席的一個回應 - 他說希望大家好好的生活 - 一樣 - 我們也 - 在這裡幫主席集氣 - 希望他能夠保重自己 - 身體健康 - 因為這一條司法之路 - 漫漫長路 - 我們跟他 - 站在一起 - 希望能夠司法盡快的釐清 - 還他一個清白 - 憲580億 - 如果要貪婦 - 親親拆拆 - 夫婦的就有了 - 為什麼要憲580億 - 所以 - 對這點 - 我們就了解 - 現在 - 事法的 - 退散 - 每天的 - 退散 - 各位 - 你相信嗎 - 相信 - 你們相信嗎 - 相信 - 但是 - 這段就沒辦法 - 歷色的恐怖 - 賴清德的奉帝做法 - 我跟你說 - 順悟吃生 - 順悟吃膜 - 因為 - 有可能 - 柯文哲該算嘛 - 所以就跟你拼不死嘛 - 這我跟他說 - 雖然他奉陰 - 但是 - 大家看起來 - 你不得不承認 - 屬性就是這樣 - 所以 - 我們說實在 - 憲580億 - 你說他去貪婦 - 我要再跟大家報告 - 有時候 - 人家說多做多錯 - 柯文哲在市場的時候 - 我要再跟大家報告 - 這我親身體驗 - 大家去查 - 重慶北路大龍國宅 - 二十五年 - 海鯊無法改館 - 柯文哲就任 - 他就 - 我要反應 - 便當會 - 大家在會生會營 - 便當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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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- 最後參加過 - 大龍國宅改館 - 就是便當會 - 我提出 - 我的建言 - 最後 - 柯文哲 - 我要跟大家報告 - 柯文哲 - 柯文哲 - 五點半 - 結果 - 去 - 自己又去 - 剛弄問 - 一個國中生 - 戴一個安全帽 - 然後出來 - 把他開問 - 那個時候 - 國中生 - 也沒有投票給他 - 也不知道 - 他叫做柯文哲 - 他說 - 欸 - 你快回來 - 沒有 - 我在讀書 - 他說 - 讀書怎麼戴安全帽 - 沒了 - 這個小朋友 - 才告訴他 - 你給他看 - 啊我們這個 - 拆拆到一半 - 那個暗面圖 - 會落在那裡 - 柯文哲總統說 - 啊你房間讓我看看好嗎 - 看完以後 - 柯文哲說 - 為什麼過去的市長 - 為什麼可以做的 - 啊為什麼人家都不做 - 所以 - 他打電話說 - 你給我建議 - 便當會 - 給我建議 - 我要做 - 八天的時間 - 他就說他要做 - 啊屬心 - 到最後 - 他做起來啦 - 他做起來啊 - 那些人 - 二十五年 - 沒辦法改冠 - 我要說 - 欸 - 啊你這個 - 你法則就做 - 他要跟我說 - 我的施政理念 - 老百姓受委屈的東西 - 我今天當市長 - 我就要替他們去做到底 - 我要記這個 - 金華城 - 三十年來 - 給政府Q - 十八年來沒辦法改冠 - 他就是我們要用這種心態 - 有的人在說 - 啊你沒台沒錢 - 他要做什麼 - 他的理念 - 政府給我們Q - 是不是 - 我們要跳出來 - 我們要負擔 - 所以我要跟大家報告 - 那個大龍國宅也好 - 拿環南市場也好 - 現在 - 現在 - 他們一直在批評環南市場 - 那是可以說 - 十年來的理念 - 市場都沒辦法做的 - 結果他也一做 - 但是我要跟大家報告 - 剪上花包 - 那議會通過的 - 你現在要把他拗 - 還去查 - 這都議會通過的東西 - 我要跟大家報告 - 就是說 - 他的柔性的一面 - 跟他做的事 - 所以 - 為什麼 - 精華城 - 大家在說 - 你沒什麼事去做 - 我要跟大家報告 - 什麼就是土力 - 他說我為八歲做事 - 什麼就是土力 - 他講過一句話 - 只要我沒有收錢 - 戴在我的口袋 - 這個叫做我的德陣 - 讓老八歲賺便宜 - 這就是責任的不是 - 其實啦 - 支持我們的人 - 專家學者 - 也剛才有一個對不對 - 有 - 你看陳文倩造出來對不對 - 有 - 很有名的律師 - 理念書造出來 - 也很有名的 - 像施威前這種學者都造出來 - 國民黨也有很多立法議員 - 都剩天安官的對不對 - 有 - 他們說什麼事情 - 兩項很重要的 - 第一個 - 我們臺灣的司法 - 叫人權 - 不能跟土地圖啊 - 對不對 - 有 - 第二 - 剛才國昌在說的 - 叫國昌在說的 - 叫我們秘書店在說的 - 柯文哲這次 - 被用土地罪壓進去 - 也要大家想看看 - 精華政這個建設 - 是不是為了我們台北市 - 台北市民為了三次的建設 - 叫進步 - 有 - 反正之在執行 - 為了台北好 - 第二 - 甚至的 - 法育町民 - 現在五月六到八百市 - 齊鎧提起大家 - 大家回去看看 - 現在的 - 媒體 - 叫一些專家學者出來說的 - 基本沒有土地的問題對不對 - 有 - 所以你看 - 我們的秘書店 - 我們的小巢 - 越來越多 - 第一個 - 正義之士 - 專家學者 - 挺我們的人 - 會越來越多對不對 - 有 - 所以我們智慧一定要的回來 - 會 - 齊鎧的 - 家中畢業之後 - 要去台北 - 開始做工作 - 都看到我主持電視節目對不對 - 這邊很麻煩的喔 - 我們家裡 - 是民主性的 - 以前是突破 - 打破了 - 國民黨的 - 新的黨國主義 - 現在民進黨的黨國主義 - 比以前 - 國民黨的黨國主義 - 更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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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- 你看 - 他的黨 - 叫 - 錢 - 夾作會 - 還叫媒體 - 部份的媒體 - 夾作會 - 正義 - 陣子大學主義對不對 - 中央 - 民進黨的中央中央 - 替北檢發達人包 - 有沒有 - 有 - 讓我們抓到的 - 結果說自己馬上自己就下架了 - 啊是怎樣 - 是 - 民進黨是 - 北檢的 - 北檢的 - 洩漢的 - 還是 - 民進黨是 - 國民的 - 民進黨是 - 生命共同提交 - 齁 - 怎麼會這樣 - 民進黨是 - 這麼嚴重的事情 - 第一 - 第一 - 第一 - 你看這個媒體 - 放那個消息 - 遙遠那麼多 - 你看電視 - 你把它轉開 - 大家想看看 - 差不多兩星期前 - 開始 - 開始說七百 - 對不對 - 啊七百 - 沒那麼久 - 就變幾百萬 - 就變百七了 - 啊第三個 - 哪些 - 都嫌 - 對不對 - 欸 - 他竟然買的是 - 北檢認證的 - 喔 - 北檢自己說 - 欸我沒有放這個消息 - 買得出來一個 - 千五萬 - 對不對 - 欸千五萬 - 沒出來 - 過不老骨 - 一樣 - 一樣一個電視台 - 一樣一個電視台 - 一樣一個電視台 - 喔 - 就把那個萬聯自己把它刪掉了 - 有利金嗎 - 喔 - 喔 - 所以搞不成為止 - 千五萬 - 現在說的人越來越少了 - 這幾天 - 現在開始說什麼 - 兩錢包 - 開始叫虛擬貨幣 - 齊凱做一個媒體人 - 哪是說 - 對這段時間 - 部分的媒體人 - 叫媒體 - 齊凱是非常痛心的 - 昨天北檢就發兩個聲明 - 北檢發了兩個聲明 - 第一個 - 他說沒有 - 像某個媒體報導的 - 在什麼神秘的保險箱裡面查到 - 兩錢包 - 這是第一個 - 他否認 - 第二個 - 他否認說 - 沒有 - 外傳的 - 沒有媒體講的 - 柯文哲 - 接受尊信的時候 - 說到什麼 - 1500 - 時間序 - 要改時間 - 都沒有對不對 - 喔 - 所以騎了 - 騎了車子 - 當時我們自己的家裡 - 很感動 - 大家都站出來 - 知道我們的地方會越來越大 - 還有一樓民 - 希望拜託我們家裡的民眾 - 拜託我們的小巢 - 不是只有看電視而已 - 有任何造謠的東西 - 造謠的事情 - 大家天然澄清 - 好不好 - 好 - 在兩千礦貝尼 - 特徵組要 - 升押 - 陳水扁的時候 - 民進黨的黨團 - 再來開機這火 - 他們有兩個標語 - 第一 - 不要侵犯司法人權 - 第二個 - 不要違反 - 偵查不公開 - 現在有偵查不公開嗎 - 是不是這兩個都被破壞了 - 對 - 那時民進黨的黨團幹事長 - 就是賴清德 - 賴清德出來發 - 他說 - 你如果算押陳水扁 - 押就是押人取共 - 就是七萬人權 - 啊賴清德的人權是人權 - 康文者的人權不是人權嗎 - 第二 - 你跟賴清德說 - 不要違反偵查不公開 - 這邊是偵查不公開 - 變成偵查全公開了 - 對 - 所以我們明確的要求 - 賴清德總統 - 出來交代 - 陳水扁的人權就是人權 - 柯文者不是人權不是人權嗎 - 現在 - 我們的人權受到迫害 - 被侵犯的 - 違反了偵查不公開 - 總統說要共好不好 - 好不好 - 好不好 - 共產黨的民進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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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- 共產黨的民進行